你到底想干什么,快解开我的穴道 不急不急,云姑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等你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呢,我自然会解开你的穴道 她看着她,眸光微眯,笑意盈盈 那袭击你的人,云姑娘可认识 云雪仙几乎是本能地变答了出来,认识 当她说出这话时,脸色一变,紧紧抿着唇,却没有再开口 生怕自己一开口,说出的话便会无法控制一半 原来是认识啊,那袭击你的人,是你的愁焦吗 豆猪大的冷汗,自云雪仙的额头滑落 她的脸色苍白如纸,仿佛随时都会晕过去一半 她不开口,紧紧地咬着牙,抿着唇 一双眼睛带着绿色盯着凤九 那眼神仿佛要将她生吞壶剥了一半 凤九不在意,只是放轻了双眼,又问了一声 云姑娘,那袭击你的人,是你的仇家? 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云雪仙仿佛感觉脑海里 甚至心里都有着想要冲口而出的话语 她在极力压制,可最后仍是无法控制地说了出来 不是 凤九眸色微动,脸上的笑意渐渐脸去 她看着床上僵硬着的云雪仙,继续问着 那,你会遇袭受伤,是意外,还是你安排的? 这话问出时,只见云雪仙的嘴唇都咬破了,渗出了鲜血 云姑娘,你就别试着抵抗你心中最真实的反应了 来,告诉我 你会遇袭受伤,是意外,还是你安排的? 是,是我安排的 哎呀 没想到啊,你竟能对自己这么狠 原本莫泽跟我说她的怀疑时,我还不信呢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真是没想到啊 她的话让云雪仙的心更是错愕难受 她看着凤九,咬着嘴唇几次想要问出声 可偏偏怎么也问不出口 师兄怀疑她,她做得这么好,这样天衣无缝 师兄居然还怀疑她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怀疑她呢? 若不是凤九对她动的手脚 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做的事 可师兄她,为什么会怀疑她呢?